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26-689-7199 在过去将近 已经5年了呀 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 这5年多以来呢 每一集我们所做的解答呢 如果大家想要复习 想要找答案 其实YouTube就跟Google一样嘛 同一家公司同一个这个搜索方式 到了油管 到了YouTube之后 你只要把你的问题打进去 无事不登三宝店 后面不管是法律 会计 报税 任何疑难杂症 你在上面做搜寻 你都可以找到我们以前的所有专家 一一做解答 然后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联系方式 你也可以跟我们专家 直接在做深入的这个讨论 所以上了油管之后 找无事不登三宝店 我们5年多以来 每一个解答的方式 每一个这个问题 最后的这个结局 我们都有放在上面 欢迎大家妥善使用 不用浪费我们过去 媒体所设计出来的这个答案 然后你可以互相的分享给你左邻右舍的好朋友 当他们遇到状况的时候 都可以大家互相帮忙 那我们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中呢 有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我们洛杉矶的这个景观 还包括了我们有这个医生 以及呢我们有 这个是我们 因为时间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周末了嘛 所以在跟大家推广的是 我们的这个牛拜网 那牛拜网很多人都觉得 看到我们的这个资讯 也听到其他的这个朋友讲说 这个好好用 我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台湾美食 直接空运到你家哦 所以如果你平常喜欢吃什么 葱渣饼 或者是凤梨酥 什么这个是到了饭点 然后想到就是觉得说 如果你是想要尝鲜的话呢 它是直接在我们牛拜网上面 你做这个订购 它会直接从台湾飞到你家 直接的到你的现场 让你品尝 所以过年新年的时候 探亲访友 见家里的长辈 还不知道要送什么的话呢 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牛拜网哦 那我们今天呢 在我们的这个电视观看的时候呢 也会一样送礼物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是在看我们的华语电视 18.9频道 现在6点钟 正在做直播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哦 我们会送你 今天会抽取两名哦 这两名观众可以得到 一个是我们Ankaren Spa 在Arcadia的Ankaren Spa 所赞助的 它是让我们免费去做这个汉针浴一次 另外还帮你做拔罐哦 免费的理疗一次哦 那还有呢 如果是今天都已经来到1月6号哦 如果是你是这个观众朋友们 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这个核心白花油赞助的日历 然后还包括它的这个三瓶的小小白花油 很方便的这个白花油 我们今天呢 也会在6点钟的这个节目中呢 为大家送出来幸运的这个观众哦 所以你看到我们电视荧幕上面 有这个参与活动互动的QR Code 或者是呢电话 你都可以直接跟我们做联系 我们今天都会抽出幸运的观众哦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好好的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呢 一起不断的互相帮忙 然后共同学习 让我们的生活各的更简单哦 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之后呢 我们赶快请我们的这个警官 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我们所观众问的这个问题哦 在我们6266897199 好了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希望我们在2023年呢 1月份就帮大家把所有在我们 2022年年底还没有解决的事情 一扫干净 让我们有一个好的新的开始 谢谢一下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拜拜 来咯 我们把握时间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解答问题哦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2022年 我真的觉得2022年是一个不开心年 真的事情发生非常非常多哦 不只是在我们南加州 不只是在我们的美国 全世界都闹哄哄的 2022年让大家都觉得不太开心哦 那有一些观众是这样子给我们留言的 他在问说呢 他觉得在华人社区呢 觉得治安不太好哦 那前几天他亲眼 亲眼看到在我们华人社区的商场里面 有这个抢劫事件 那看完以后他觉得他有一个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创伤就是精神上的一个错愕哦 所以到现在呢 他每次出门他都有点紧张 然后每次要下车的时候 左右张望他都会觉得不舒服哦 那想要知道说 到底我们华人社区呢 出门的时候 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自己呢 他只是想买个菜 他只是想跑一趟邮局 他现在都觉得没有安全感哦 到底应该怎么要保护自己 在这一段期间 尤其在农历新年之前 很多人都希望呢 出去走走村啊 出去办一些年货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 小天使为大家找到的专家 就是洛杉矶县的陷阱局的警官 为大家有请到的是 我们节目好朋友 七警官 有请七警官来帮我们做解答 但因为他今天有任务在先哦 所以他先把他的答案 用录音的方式交给我们 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我们七警官的解答 大家好 我是七警官 最近治安百坏 多时传来偷砸抢的消息 出门在外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提供各位参考 一 随时随地提高警觉 对于周遭可疑人 车或事物加以注意 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如有发现任何可疑行为 应立即报警 二 外出结伴同行时 可减少或降低 歹徒伺机犯案的机会 三 尽量不要制造任何机会 与歹徒犯案 例如公共场所 财不露白 出门在外时 勿携带大量的现金在身上 至银行提款时 也可将现金换成现金支票 Money Order 或是旅行支票 Travelers Check 如有担心时 可要求银行派员护送您上车 四 外出购物或办事时 可尽量采用白天和消费场所 人较多的时候 以避免落单造成为歹徒 行抢的目标 五 开车回家时 可设定多种不同的路线 如此可让有心要抢的歹徒 摸不清楚您的住错 和家的位置 六 如有遭遇情况时 请保持镇静 请不要与歹徒抵抗 而造成个人伤害 尽量详细歹徒特征 如衣服 身高 逐衣 车牌 厂牌等 日后有助警方破案机会 好的好的 谢谢我们洛杉矶县警官的 七警官所做的这个解答 我刚刚一直在查手机 其实我就是在查 以前大家都一直在抱怨 说我们加州的轻罪真的太轻了 很多人不是偷东西的时候 都说好像是少于950 就会不需要说中罪 不需要坐牢 因为它是轻罪 那今年呢2023年 据我的印象中 我看到的这个法律是在想说 我们的轻罪的这个额度 因为大家一直在抱怨嘛 就是说好像这个抢劫的东西情况很多 所以它又把它下降了 变成好像是400块 但因为我不是律师哦 我只是在看新闻的时候 我看到这一条 详细的这个情况呢 也请我们的这个小编 可以赶快帮我们找一个律师 来做一下解答 让大家会觉得说 偷东西轻罪的门槛 它现在变得比较低一点 也就是说呢你好像超过一定的这个 400块钱你就会变重罪 重罪的话呢 这个条例就会在你身上 当然是比较严重的处罚 坐牢的机会也比较高 而且会对你一辈子的影响 记录都会比较不好哦 希望能够达到嚇阻的作用哦 所以我们会常常会跟我们的这些警官 多做来往 希望呢 他把最新的情况 跟我们一一的讲清楚 让我们的华人社区呢 能够多一份心安 另外一个观众是这样子给我们留言哦 他说他身边呢 有几个朋友车子被砸了 他很担心哦 如果呢 想要避免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做呢 那万一已经发生 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家妹妹就有这个情况哦 她是在银行上班的人 那银行上班呢 银行的这个车子呢 是停在地下室里面 地下室里面呢 每个礼拜都有被砸的情况 那有些客户被砸 有些是这个员工被砸哦 那有些人讲说你车上不要放一些废纸袋啊 或者是放一些外套啊 或看起来好像礼物的东西 有些小偷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爱砸车的人 看到他就很想拿 比如说有一包口香糖没吃完 或者是一感觉好像还有一个这个 看起来像礼物带的东西 他很想拿 他就打破你的车窗 就算里面可能没什么东西哦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呢 还包括如果已经发生了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自己被砸了 你下班才看到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该如何怎么办呢 是报警吗 警察会来吗 如果只是砸车窗这种 没有人身伤害的情况 可以报警吗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七警官怎么回答 有请七警官 以下几点建议 不好意思 这个七警官的回答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这个前面没有放到 我们再来一次 因为我们七警官正在执行中 没有办法帮我们现场连线 所以他是用录音的方式告诉我们的 有请 以下几点建议 有助于防范或是降低 各位车辆停放于停车场时 遭歹徒 敲破窗户入内盗窃 车辆停放于购物中心 或大卖场的停车场 而遭不法分子 砸窗后 入内盗取个人财物 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每天了 大家出门在外 应选择照明充足 人群较多的地点 停车为首选 第二点 离开车前 应确认窗户摇上 门椅上锁 座位上尽量不要遗留或放置任何贵重物品 如有需要时也请放置于后备行李箱中上锁 三 车辆可加装防盗警铃或行车记录器 以备不时之需 四 导航器和手机充电线也请收纳于抽屉内 五 歹徒 有时放案为临时起义 大家尽量小心 不要制造任何机会来引起歹徒的注意 六 如有自身车辆 不幸遭歹徒入侵 请您一定要报警 千万不要因为言语上无法沟通或是怕麻烦 而造成了让歹徒逍遥法外的机会 第七点 有些高单价的私人物品 保险应会理赔 请您事先将物品拍照 存证或洽保险公司人员询问 是否有理赔 好的谢谢我们七警官 七警官讲话真的非常稳重 所以我说都不知道他的这个休息点 但是呢他讲得非常仔细 你看连这个充电器啦 就是一条线 是为了要充你的手机的线 都应该要收在抽屉里面 因为有可能人家很想拿一个充电器的这个线 天哪 真的防不胜防 所以大家呢 尽量能清空就清空 像我都是把车子当办公室的人 印象非常深刻 我以前跟130电台到欧洲去了一趟 那因为在机场呢 就是买了很多的这个半熟利 还包括了很多欧洲很便宜的手工包包啦 他们自己制作很精美的这些 很小小牌子的包包喔 那买了好多好多个 我放在后车厢 但没有想到因为我为了清干净把它放后车厢 真的我就是忘了锁 那忘了锁这件事情我是后来才发现 因为它没有撬开嘛 等到我东西全部被偷光的时候我才知道 忘了锁这个东西 有些人他是不敲破桩的 不敲窗 但是他一台一台去看 你是不是这个上面的这个锁的这个洞 有这个锁有没有锁好 没锁好它一样照样打开 全部拿走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 尤其呢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都不希望呢 在这个关卡身上有很多年货的时候 遇到这样子让人家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那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自己呢 有见到任何事情 或遇到任何事情 你尽量报警 报警的时候呢 如果你自己担心说 哎呀我的这个英文不够好 请要求要讲中文 I speak Chinese 我说中文 请你把这个中文的翻译找过来 我们的这一些人民公仆 不管他是警长警官 或者是他是民选官员 他都有义务要为我们做所有的这个服务喔 要求讲中文 他会找翻译人员过来 帮我们来解决这件事情 把你的记录留下来喔 那不管你是要报保险也好 或者是呢 要达到一个警惕的效果 让警察多多来巡逻你的区域 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喔 所以不是只有你自己的事情 你一定要公开出来 让大家一起守望相处 把事情做得更好喔 再次谢谢我们陆山基线的这个陷警官 我们的七警官所做的回答 再来休息一下 再来继续回答我们的节目现场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继续回答 给我们留言的喔 他说他常常会觉得这个眼睛的视野中间有黑色的点点 他很担心这种情况的发生 如果一直恶化会不会点点越来越多啊 他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这个 飞闻症呢 那他想说这个是不是因为他长期在看电子荧幕 常常在做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个 呃游乐在做手游的关系喔 那他想说这种情况一发生是不是他减少玩手机就会有帮助呢 应该怎么样来做处理呢 这个是不是跟他滴血糖很有关 滴血糖跟这个飞闻症这有关系吗 这算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中间的关关联性 那maybe有问题低血糖高血糖 我一直以为我们眼球要健康就应该要保持 他不是泡在糖水里面 所以不应该是要高血糖的 但因为我不是医生 其实我也当然不懂 我们的小天使为大家找到的 今天的为大家解答的呢 这是我们肝细胞医疗专家 陈昌平陈医师来帮我们做解答喔 到底如果我们有这种黑点点的产生 这个是什么状况呢 应该怎么保养呢 我们来听听陈医师的解释 陈医师请说 有关于眼睛看到一个黑点 然后会跑来跑去 这个就是所谓的飞闻症 那飞闻症最主要就是视网膜 开始有病变 所以才会产生这个飞闻症 那有些人在使用大量的叶黄素之后 得到改善 但是很多就没有改善 不过最好的方式是 给眼科医生去评估他真正的状况 视网膜的状况有没有问题 还有水晶体有没有问题 那在眼科医生评估之后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会做适当的处置 那最近的研究发现 这个飞闻症跟视网膜 我们所谓的情况有密切关系 也就是视网膜健康的人 他们可能会改善了飞闻症 那如何来改善视网膜呢 目前就有干细胞这个治疗方式 那在临床试验上 给予干细胞 也会来改善视网膜的情况 而改善飞闻症 至于干细胞就有两个方式 第一为打针的 就是经过自己的脂肪 或者血液的兼职干细胞 经过培养再打回去 效果是不错的 不过他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定要在医生诊所处理 第二个要花费相当的时间 第三费用也相当的高 大概在三万块美金左右 好消息是 现在有用扩乎活化因子 那经过特殊的基因工程改造 制造了两个蛋白质 GCSF跟SCF 那这两个蛋白质 经过微晶体的包 让它不会受到胃酸的破坏 最后到达小肠 小肠的话 经过淋巴系统的吸收 跑到骨髓 然后叫骨髓 开始制造造血干细胞 同时调节免疫 更重要的 它会产生 兼职干细胞 以及制造新生血管 那这都有帮助我们的视网膜的恢复 这样就有机会来改善辉闻症 这是一个新的方式 也值得大家来探讨 因为它除了帮助眼睛以外 也帮助脑部 也帮助心脏 也帮助肾脏 甚至以神经伤口 都得到大为改善 所以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式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干细胞医疗专家 就是我们陈昌明 陈医师 刚刚跟我们讲到这个飞纹症的问题 其实好多人都有 尤其那种重度 近视眼的人 不晓得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环环相扣的 也就很容易 它有可能会有这个白内障 然后也有可能是这个 接下来有这个飞纹症 所以搅磨水晶体 然后整个近视 雷射 还是换水晶体 这问题真的就是 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 真的是年纪越来越下降 那像这种相关的问题 欢迎大家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也把你的意见 把你的想法 把你平常的解决方式 交给我们 626-689-7199 你也可以当我们节目的参加 一起来分享你解答的 解决的这些方式 那另外有个观众朋友们 是这样留言的 他说他自己本身呢 是疤痕性的体质 这种体质呢 他想问问看 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 后天的饮食啊 吃药啊 抹膏药啊 就能够做缓解 有时候很严重的 这个疤痕要怎么样处理 才能够好一点 快一点 有些人一打一得痘痘 有没有 一长了一个痘痘 马上变成月球表面 然后怎么样处理 他这个痕迹就在 或是随随便便的 一跌倒 手上的这个痕迹 疤痕都一直在那边 我自己是觉得 我自己非常幸运 我是很难留下疤痕的人 但偏偏有些人 可能是先天体质 或者是他本身的营养成分 在哪个地方有做缺乏 如果是疤痕性的体质 应该要怎么解决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的皮肤 再生的比较漂亮 那这个是不是 一定要透过医美啊 还是说有什么 能够让自己身体 不要有创伤性的一个 这种痛 然后还是可以治疗 那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的干细胞医疗专家 我们陈博士的回答 有关于这个疤痕性的体质 就是有大概1%的人 他们开完刀以后 那个伤口不会抑合 就变成像红蚯蚓一样 这个就是疤痕性的体质 那目前这种体质的改变 并没有很好的方式来处理 当然在整形外科 他们会把这个疤痕重新开 然后再给它好好的 混合 也计就不会产生这个红蚯蚓 那治疑干细胞 可能会帮助的 因为干细胞会让我们皮肤的纤维母细胞 增加 那纤维母细胞增加以后 伤口的异合就会变好 所以就不容易产生这个红蚯蚓的伤口 那这也可以试看看 治疑干细胞有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就是打针 那打针的话通常要去戳起脂肪 或者是血液中的干细胞 来培养再打回去 那这过程非常的复杂 并且花费大概在三万块美金左右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使用口服活化因子 这些活化因子 经过肠子的吸缩之后 跑到淋巴系统 最后到达骨髓 酵骨髓开始制造干细胞 那其中就有尖植干细胞 它就会来改善 这一个我们所谓 疤痕性的这个体质 那这个目前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谢谢 好的谢谢我们干细胞医疗专家 我们陈昌平陈医师的这个解答 说实在的真的让皮肤能够逆转 能够再生的话 干细胞生长因子 感觉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答方法 但是呢 现在目前呢 很多人呢 这个有这个状况的话是百分之一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 你可以把这样的这个解答赶快传给你身边的人 希望能够让他多长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们的扣印电话是626-689-7199 626-689-7199 24小时都可以留言 不用担心打扰到任何人 把你的问题交给我们 我们帮你找专家来解答 那当然你自己本身是皮肤科医师 你自己就是很会保养身体的达人 你自己有这种不能恢复的这个伤疤 然后都有这个 能够把他完整修复 或者是让他改善的方法 也欢迎你当我们的嘉宾 然后把你的问题 把你的答案交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互相帮助 626-689-7199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无事不能三宝见 有事空中 来相见 我是小米 我们赶快来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解答问题 我们节目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但是呢 因为既然是在我们一开村一开年 我们当然有好多的这个优惠 不能够不告诉你 我们的牛牛牛电视呢 最近正在做我们的这个promotion 我们有特别的优惠 而且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礼盒 跟福袋 非常适合大家在农历新年 我们兔子年要来的时候呢 可以探亲房友伴 手里不要两串香蕉 我们可以带两个 两盒这种不一样口味的这种 古早味或者是台湾的这些 很特殊的这些 我怎么讲呢 会让人家流口水 比较在洛杉矶少买得到的东西 那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优惠 什么样子的一个福袋 以及最近呢 过年新年 听说礼盒有特别的包装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为大家有请到的呢 非常的特别 电话上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 牛拜网的营运总监 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我们的Lio 哈喽Lio你好 哈喽主持人你好 嘿过新年了 恭喜恭喜恭喜你 听说好像牛拜网 最近有在做新年礼盒的这个大大的这个优惠 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因为我们今年2023年快过节了嘛 所以我们牛拜网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新春福袋 我们有三款大中小大的福袋的话里面会有微热山丘的食入装 然后还有加的葱炸饼加澎湖花生酥再加两包金门共糖 啊 真的很棒耶 他澎湖也有金门也有 然后那个凤梨树是选的一种土凤梨座的微热山丘 然后葱炸饼就是外面又咸咸的里面又有这个牛炸饼的这个甜甜的两个加在一起 这样子三明治 我记得十几年前就已经非常流行 但现在呢 一样的还是每个人都回味无求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古早味 我们的这个礼盒 听说现在好像有特别促销嘛 是不是 对现在只要88 就是很有寓意的一个数字 OK 发一发88是不是 对 哦OK 所以你刚刚讲这是新年的福袋里面就是把三个东西全部都放进去 对 就是我们有五个一样 哦五个五个 好的 五个你刚刚讲说微热山丘的土凤梨树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葱炸饼是 加德的葱炸饼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澎湖花生酥很传统的 很像那种阿公阿嬷会吃的那种传统用纸包起来的那种花生酥嘛对不对 那超香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是金门贡糖哦金门贡糖也是很特殊 以前那金门除了买菜刀之外都会买贡糖那贡糖特别的就是有那种花生酥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第五个我刚刚漏掉了天哪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提示一下你说有五个吗 呃他是有两包的金门贡糖啊我们在这个附带里面 两包两包的真的你下次有这种畜香拿来我们主播室我们大家就是现场吃吃看大家才知道那个味道吗 要不然只是介绍的话真的就是哦如果我们的这个导播有办法的话真的帮我们把这些视频把这些漂亮的这个啊大家试吃我们现场我们大家工作人员吃的那个样子放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好多人都有知道这个东西但是自己没有吃过只有听过的话哎我们电视萤幕应该可以出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哦所以这是特别有优惠是88是特别的优惠吗 是的呃那当然了呃那当然了我们还有中伏袋跟小伏袋嗯分别是68和28哦那中伏袋里面呢是有加德的凤梨酥OK再加加德的葱炸饼加澎湖花生酥再加一包金门贡糖OK好对小伏袋的话是呃可以选择加德凤梨酥或者加德葱炸饼搭配呃一包金门贡糖 哦好的好的所以有大中小三个这个选择哦那就是看你们家里的人数又或者是你要去拜访的人党场的这些人数有多少哦都可以在我们牛拜网上面来做这个订购牛拜网的网址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大家公告一下 嗯new tv mall dot com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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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 mall dot com 欢迎所有的这个呃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去看一看上面有什么精彩的这些好吃的台湾味的话都可以在上面看一看欸据说你们好像有些密件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在洛杉矶买不到的这些呃台湾民产都在上面看得到吗 对我们现在欣赏了很多新品有蜜件啊有灵嘴啊还有一些呃LA当地的甜品哦是我们这个甜品是在日本留学回来然后做的 有我觉得那个甜品是超好吃的他每次有发明新的东西然后每次一拿出来给大家试吃我自己都觉得哦占不绝口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东西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这个美食高手你们家的产品超级棒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LEO我们的这个营运总监来做联络如果他想要上架到牛拜网经过你严格的评选经过你所有的这工作人员的试吃如果有通关的话是否也可以放到牛的牛拜网跟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做分享 当然可以啊我们很欢迎的哎太好了那你们的电话可以给一下吗哈哈如果我们大家呢很想要把自己的产品也推荐给牛拜网的话要打什么电话可以跟你们联络呢 可以打6268997568跟我们联络好的62689975686268997568我们的这个牛拜网哦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有特别的礼盒大福袋中福袋小福袋可以送给大家另外你如果自己本身有好东西也可以放到福袋里面自己所做的不管是在洛杉矶自己手工做出来的甜品贤品又或者是好吃的家乡味哦 多欢迎你跟我们的牛拜网我们的营运总监Leo大哥来做联络 再次谢谢我们的Leo谢谢谢谢谢谢 无事不登三宝店有事空中来相见我们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如果呢你还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得上忙的尽量放马过来6266897199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咯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Bye Bye